刚刚讲,其实那个结构Data Frame就三个东西构成 反正这三个东西的话,你给它,它就变一个Data Frame 有一个Data Frame你就可以做后续的事情 如果缺一个,那相对的资料就是会有问题 就没有办法建构出一个Data Frame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这一段程式 这个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9页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input一个叫Pandas SPD 当然是别名,比较短 Pandas,不过你会发现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今天假如说用预设的环境 Python是没有装Pandas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其实最快的方法,你可以把Pandas复制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装其他怪怪的东西 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用ManagerWiz这个Pipe 然后直接把这个名称贴上去 因为我习惯上就贴Run一下,它就装下来 但因为我们这一台电脑,装了太多东西了 我也不确定说到底还有没有别的版本 可能要把它移除掉 我觉得倒太浪费时间 干脆的讲,还是一样手动把它装起来 那装的方式其实也非常简单 第一步,反正你多装几遍应该就大概熟悉 第一步先找到我们的Python的路径 第二步的话打一个CMD 然后在这边的话,你就打什么? 打第一个 打Python 就跟他讲说Python 用Python去执行 空一个M 有点像我手动指定 目前的韩式库就在这里哦 然后帮我用Python Install 然后装什么呢?装Pandas OK,我刚刚有复制Pandas 就Pandas,然后Enter OK,如果你没有打错啦 不过这字太小了 我看看字有没有办法把它放大 编辑 没有办法把那个字 好像没预设值 编辑 好像不行,没办法 内容是不是 也可以,我把它放大一下 好像差不多多的 OK,反正知道这一串就OK了 这个最好可以把它记住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安装任何外部的东西 直接在这边安装就可以了 Enter一下,字不要打错 那正确的话它就会跑了 OK,反正以后呢 前面Python 1-M Python-Install都一样 差别只有在后面那个module名称 有没有 刚刚是有装过一个L XML 有没有 那未来还要装好几个 所以以后安装这个可能就不能少 那理论上 如果你要偷懒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 那因为我们这边电脑环境 太复杂了 没办法弄 理论上 其他电脑我试过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电脑比较单纯 你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Pandas的相关的套件 全部都安装到我们的 这一个 这个这个 Python的函式库里面 那等到安装完成之后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再来RUN应该就没问题了 OK 所以接下来第一个 把安装Sucit for 应该OK了 那第二步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说呢 再把那个我云端上面放的这一段程式 也许你可以直接拿来用好了 那里面的话我大概呢做哪些事情 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说你今天呢 要产生一个Data Frame的话 必须产生三个部分的资料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中间的资料 那什么叫中间的 中间资料就中间那一块 那实际上你会发现 我这个DataS 里面呢放的就是一个二维串列 有没有 二维串列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把资料丢给一个Data Frame的话 你可能要用二维串列 那什么时候我们用过二维串列 这个二维串列的话呢 之前有用过就是说呢 把资料用Excute Many有没有 批次大量的写到资料库的话 那就要先把资料由一维串列 变成二维串列 那什么叫二维串列 就是这个大的串列有没有 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一个的 这个里面的内部的串列 外面的串列在里面一个个串列 那一个串列基本上 就等于是一笔Raker 横向的 有没有 第二笔资料 第三笔资料 第四笔资料 一直列下来 OK 类似像那样的架构啦 只是说因为我们全部把它写在同一行 你就不要没有那个立体的观念 但实际上它有点像Excel 横向横向横向一笔一笔的资料 OK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总共有 总共有那个三个三个资料 那所以呢也会对应Colens 就会有三个栏位 分别是国文英文数学 然后呢 Index指的是有哪一些人 一般的话Index哦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叫做Key啦 有没有 这个叫Key 就是它的类似编号的东西 然后呢 Value就是后面的东西 所以哦 刘晓华 他的成绩就是这一个 张永华他的成绩就是这一个 吴君梅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上面分别 第一个成绩就是刘晓华的国文 刘晓华的英文 刘晓华的数学一之类推哦 OK 那可是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三个 合额为一变DataFrame 第一个的话 特别说 底下的话 我们必须用一个PD 就是Pandas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DataFrame 那DataFrame我刚刚讲 一定要有三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我把这个Value 它的里面的资料 放到第一个参数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其实理论上应该是放Index 这个应该放在这里 这个应该放这里 OK 那我顺序如果颠倒的话 其实有个方法 如果你顺序颠倒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前面再加上它的参数名称就好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前面不想要加参数名称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样子 按照顺序 先加什么 先加Index 再加Column 这也可以 待会我们可以再try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把那个DataFrame 也许我们先print好了 也许我现在先print 我先不要写出去 好,那我把这个结果print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print的结果 它应该会把它列出来,有没有 然后中间的部分 这个 也就是说它已经写成一个DataFrame 有没有 它这个就是Data 这个的话就Column 这个的话就是Index 三个资料 OK 那我另外有跟各位讲过 其实这边的写法 这个前面是参数名称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我不要怎么样 加上前面的参数名称 还有一个方法 记得这个可以 点DataFrame 理论上应该会出现那个参数 还没有出现 理论上它的顺序应该是什么 先Data 再Index 如果我现在因为顺序不一样 所以我可以什么 我前面一定要加这个参数名称 但是如果我按照它的 它的顺序 就是第一个是它的Value 第二个是它的什么 它的Index 第三个才是Column 类似像这样 前面就可以不需要加这个 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也就是说 如果将来你是按照顺序 123的话 那参数名称就可以拿掉了 OK 所以刚刚前面那个什么 Colens 等于colens 有没有 那个叫做 前面的东西叫做参数 后面呢 叫做要带的值 这个观念呢 其实不是只有Python 是这样 在VPA也是一样的 有没有 如果你们看到VPA 前面有什么 参数冒号等于的话 冒号等于前面那个就是参数名 后面带的就是值 如果你按照顺序 你不用加 可是如果你没有按照顺序 你就要加前面的参数名称 那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也OK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一模一样 但是特别注意 你如果没有参数名 你不能说 我随意的颠倒位置 如果这样颠倒执行 可能应该理论上会出错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够不按照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为资料给DataFrame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Value 里面的东西 第二个一定要Index Index就是指着纵向那个列 那再来的话呢 一定就是上面的蓝 一定按照顺序就对了 那我们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 我们就是希望怎么样 这个东西 我希望怎么样 把它存档起来 OK 我把它这个 假设我print出来了 但是我如果今天希望 可不可以帮我输出成 第一个 CSV 比较简单 第二个Excel 所以我一个DataFrame 将来把它输出的话 那输出很简单 我刚刚讲过 你只要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什么呢 这个DataFrame的物件 后面加上什么 点 其实你点下去它就出现了 To CSV 那如果 后面加ToExcel 也可以 如果你要读就Read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好记的 那名称的话呢 就是什么 Score 底线Output CSV 给它一个档名 后面斗点的话呢 就加上你要编码的名称 编码的方式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要给 Excel开启的话 那前面讲过 一定要CP950 如果你不是CP950的话 那一定会乱码 OK 我印象中如果没有加 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们先试试看好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输出的话 看看能不能把它 off整直接输出 OK 那它当然 它这个已经输出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会产生一个 ScoreOutput的CSV 我们在SRC上 右键 Refresh一下 看一下 在这里 打开 有没有乱码 没有 而且 马上可以用 有没有 所以以后 你假如说 在Python里面 做了一些事情 有没有 做完的结果 比如说你要产生一个报表 那你就可以直接什么 toCSV 就好 OK 所以它蛮简单的 有没有 直接做完了 但是你要输出之前 记得要把它转换成 Data Frame Data Frame 就会有三个东西 有没有 我刚刚讲中间这一块 这个叫Values 这个上面这一块叫Colors 这一块叫Index 三个东西 OK 如果你缺少一个 它输出当然就是出错了 大家应该知道吧 好 那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想说老师可不可以 直接干脆输出Excel就好了 特别说 如果要输出Excel的话 也很简单 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 改一下名称 DF点什么 后面呢 其实你打一个To 打一个底线 打一个E 有没有 ToExcel出来了 Excel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 你就给它一个负档名点了 点 XLSX XLS 对没错 负档名记得哦 不要打错了 打错的话 那将来也没办法用Excel开启 OK 好 那 X 对没错哦 那后面的话 encoding一定要到CPJ 如果你存错编码 一定会乱码 但是问题跟各位讲一下 印象中 如果你要输出Excel的话 必须要额外再装一个 装一个那个套件 我资金给各位看一下 资金 OK 出错了 为什么 你少装一个东西 哪个东西呢 看一下 底下 No module name 这个叫什么 Open PyExcel 有没有 怎么装 很简单 复制一下 然后到刚刚的这个地方 我刚刚我这个画面没有关掉 直接一样 到那个安装 你就直接像我的习惯 按那个向右键 你刚刚打过的程式码都会出现 然后呢 把刚刚东西复制 有没有 再按滑鼠的右键 贴上 有没有 其实 如果你在DOS下面 你刚刚打过的指令 你不用重挡 你直接按向右的指令 向右 它会重复 那打到那个Install 空格 后面那个我就把它直接按右键 它就直接贴上 然后就把它Enter 直接有没有 又开始安装了 所以还要装一个什么 OpenPyExcel 这个套件 如果没安装的话呢 它也没办法 帮你把档案输出 这里Excel OK 试一下 再把它关闭一下 这个其实不用记了 反正你输出 下方看一下 就会出现 Nomodule Name 这个东西了 OK 就把它照一样方法装 反正以后看到没什么 你就装什么 就OK了 那再来 试一下 把它执行一下 好 这样没有错误讯息了 然后呢 再把它refresh一下 按右键 refresh一下 有了 有了 这个 scope 底线奥不折 打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有没有 就出现了 Excel 不过它是把这个Excel 直接迁到这边来 OK 那其实 你想说 老师 那如果我将来 我如果不想要装 那个 刚刚那个套件 那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招 其实跟各位讲 有一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成 因为我之前也蛮常这样做的 我就输出什么 CSV 然后我存档的时候呢 副档名应该是点CSV才对 对不对 可是我故意给它存成 XLSXX 嗯 你想想说 其实就是一种伪装 有没有 伪装什么 其实它本来是CSV 但是它打开 一样是叫Excel 来开 可是我现在伪装它 就是一个Excel 的档案 打开还是用Excel 那这样可不可以 我印象中是可以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这种事 因为 以前厂商是要求说 我们输出的时候呢 要存成Excel档 但是呢 后来发现 那个专案呢 如果要出出成Excel档 要另外买一个 这个第三方的一个东西 就是类似像要付费的 我想说要付费 所以我就什么 我就输出成CSV 但是伪装 我只是把副档名改成Excel 然后再给使用者用 我就想说这样可以少花钱 后来发现 这招居然可行 因为没有人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发现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人发现 除非我自己讲出来 该懂我的意思吧 结果好像也没出错 也没出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我刚刚这个 假如说我把这个删掉一下 那我试试看好了 因为我这边也没有这边 我只是想到说我以前有做过这种事情 只是为了可以节省一些问题发生 这个时候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打开看一下 开起来 会不会是成功呢 那我们开到这里 这理论上应该是OK的 只是说它这个 可能它开 开在这边会有问题 我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开 应该也没问题 所以只是说取巧一下 理论上应该把它这样打开 无效的毁损 为什么 这个可能再看一下 因为我之前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 还是说Pandas这个东西 它不允许这样 没关系 反正如果说 是这个CSV 那你后面加CSV 这个我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切一下 那先利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我提供的这个范例 在第19页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地方 也许你可以拿来先试试看看 OK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输出 变成CSV 或者是 那个Excel OK 你会发现输出Excel 怎么这么简单 其实也没做什么动作 但是需要安装两个 这个外户的套件 一个是Pandas 一个是OpenPyExcel的那个套件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